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下午Massi隧道出現嚴重交通事故 導致該區道路出現嚴重大劑失 加上撞正下班高峰時段 導致大批車輛滞留在路上 B-C公路巡警表示 昨天Massi隧道附近的99號公路不行線 又為中型頭車禍而關閉了三個多小時 事件涉及一輛豐田Sienna型號車人車 和一輛馬志達3C車 當時兩輛車正往相反方向行駛 並在一條用於逆向的不行車道上相撞 事故發生在昨天下午3時45分 不過前線緊急應變人員 在入客之後才能抵達現場 兩輛車中分別只有一名司機 他們都受了輕傷 當局呼籲任何目擊者 或有行車記錄疑片段人士 進發聯繫當局 另外這次意外再次引起 市民對Massi隧道交通狀況的討論 有人不滿因為小部分人的駕駛疏忽 導致數以百計的民眾 不能準時回家 另外有人甚至認為 改善Massi隧道應該成為 今次散選的重要議題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 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曠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集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 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本拿比Massi隧道Mitsubishi 是加拿大最佳 Outlander PHEV銷售商 過源最多 價格實惠 Outlander PHEV 插電式油電混合多功能車 政府及廠方優惠高達8000元 雙摩達全輪驅動 還有10年Warranty和蠔華設備 具備BOSE品牌高級音響 和前排按摩座椅 本拿比Massi隧道Mitsubishi 提供多種語言服務 是Google評級排名第一 本拿比Mitsubishi銷售商 星期三是比斯散選提前投票的最後一天 提前投票將會在今晚8點結束 過去幾天的投票率 都出現破紀錄的情況 比斯選舉事務處表示 提前投票率高的情況不令人意外 因為在過去幾屆的選舉中 提前投票變得愈來愈受散民歡迎 事務處指出 10月10日是比斯散選舉史上 提前投票率最高的一天 當日有17萬1千人提前投票 其次就是11日 當日以15萬5千名投票人士打破紀錄 當局指出 截至今日早上 已收到77萬8千張選票 此外 投票率最高的五個選區都在溫哥華島 不過由比斯大學政治系教授就認為 提前投票的熱烈情況 並不代表整體選民對投票的熱情上升 因為那些會提前投票的選民 無論怎樣都會投票 這個情況似乎並沒有吸引到新的選民投票 該名政治系教授就預計 本屆整體的投票率 不會高於2020年省選的54% 錯過了提前投票的選民 仍然可以在10月19日星期六 結正式投票日投票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a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 不少國民在接聽電話時 都會透過來電顯示中首沙馬的地區號 去辨別來電者所身處的地區 有時候見到一些陌生的地區號 就會因為慎防系詐騙電話 而提高警覺甚至不接聽 不過隨著對新電話號碼的需求不斷增長 避視散民即將會見到一個新地區號 因此散民需要留意 避免造成誤會 被視省新地區號257 將會從明年5月24日開始在全省逐步實施 加拿大號碼管理局經理Kelly Welsh表示 引入新區號可以在不影響現有號碼的情況下 增加數百萬個電話號碼 而新區號將添加到目前已使用的區號中 並將覆蓋相同的服務區域 除了經常會見到的604、778、236等區號之外 目前在卑茲省內正在使用的區號還有250和672 加上即將使用的257總共會有六個區號流通 據德勤會計師樓2024聖誕新年消費報告 今年加拿大人節日平均消費是1478元 較去年增加131元 無論如何都好 在2019年加拿大人年中節日平均消費是1706元 而在2022年是1520元 加拿大德勤會計師樓說 報告調查了1,000名加拿大消費者 按照國內不同地區和個人財務狀況分類完成 這間會計師樓合夥人溫特勞布說 不少加拿大人等今年11月29日黑色星期五才會開始購物 他說今年節日消費市場競爭會非常激烈 有42%的受訪者說商家最大的折扣會在黑五出現 加拿大人在節日也不忙幫助弱勢群體 向磁線團體的捐贈者增加35% 而旅遊消費也會增加20% 調查也指出 不少加拿大人會上網購物 有71%會在電商亞馬遜購物 有14%會在TMLC和阿里巴巴購物 調查也指出 有四分一受訪者說曾經在網上零售商遇過個人資料外洩 有六成受訪者就憂慮網上的人工智能 雖然節日購物在所難免 但有三分之一受訪者憂慮到付款 有三分之一擔心購物欠下卡數 有三分之一就憂慮如何支付按揭或者防租 溫哥華明天10月17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日間有趙雨 氣溫最高12度 晚間多雲 氣溫最低8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條片 香港政府派過錢澳門政府派過錢 現在他說安省福特政府也會派錢 每個省民派200元大人小孩都有份 我們說據說 是因為這個是多倫多聲報引述消息人士說的 消息出來後 安省財政廳長辦公室拒絕之評 不過幸好他沒有否認 這個消息有的是福特準備向1,600個省民派錢 作為補貼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 有關派錢詳情 財政廳長背心發為 會在這個月30日發布的秋季經濟聲明公佈 雖然派多少錢還未作出最後決定 但預計每個成年人和小弟哥最少會獲得200元 發放日期會在明年1月或2月 筆錢還是免稅的 雖然派錢涉及的總金額最少32億 但政府官員認為 大部分的資金會被守緊的省民重新注入經濟裏面 雖然通貨膨脹已經降到1.6% 而按揭利率也正在下降 不過福特的進步保守黨私下認為 仍然高居不下的食品價格和能源和住屋的費用 都是他們派錢的理由 百物騰貴人人守緊都已經很久了 為何前不派早不派現在才來派呢 有些人又扯到說是因為福特預備提前省選 由原來的2026年6月提早去到明年的三轉 有些人還實牙實恥 福特在2022年省選之前決定取消了車牌續牌費 這個措施每年庫房就不見了10億 但深受車主歡迎 而福特也成功連任 安省派錢其實這次不是第一次 2000年的時候 當時的省長夏里斯也派過200元 不過當年省政府的財政又有盈餘 現在就連收支平衡都未做到 財政廳長背心發為最先預測 2024到2025年的年度會有98億的赤字 現在派錢在職 省政府就說到時的赤字會少很多 省府的財政狀況會有顯著改善 根據目前的民意調查顯示 進步保守黨現在的支持率是44% 而康保例的自由黨支持率是24% 新聞主黨的支持率是22% 綠黨支持率是7% 如果派了錢 進步保守黨在下次省選 真是穩陣過行騎樓底大幹規 省選就每人派200元 不知聯邦大選會不會又有得派 而且還派多些呢 你又想你會賣票嗎 董李杜魯多今天在加拿大外國干預委員會上作公說 他知道中國將加拿大的國會議員分為三類 一類是親中的 一類是中立的 間中他們會出席和中國相關的活動 而最後一類就是對中國作出批評的人 比如在人權問題上作出嚴厲的批評 在講到哪些議員容易受到外國干預的時候 他就說了 他收到高度機密的情報顯示 有保守黨的政客和成員 是會容易受到某個敵對國家的勢力干預的 他說 我手頭有一個名單 是保守黨的現任國會議員 前任國會議員和候選人 他們都參與或者有高風險涉及外國干預活動 我已經指示了加拿大保安情報局和其他人 嘗試通知博麗志 叫他小心 讓博麗志能夠保護他的黨的完整性 防範黨員受到外國干預 不過 博麗志就拒絕聽取機密簡報 杜魯多說 博麗志的決定令他覺得很疑惑 這樣是意味著保守黨裡面 是沒有人會知道這些人的名字 從而採取適當的行動去保護他們 這個令我覺得很困惑 因為是完全缺乏常識的 杜魯多還說 國會的國家安全和情報委員會有一份報告顯示 令博麗志當選做黨魁的保守黨大會 亦都受到外國干預 不過 博麗志完全沒有好奇心或者開放的態度 去嘗試搞清楚發生什麼事 或者有沒有人洩漏機密 又或者會不會有外國影響這些領導人的選舉 他這樣的做法簡直就是不負責任 被杜魯多這樣說 博麗志就立即反駁說 他的幕僚長一直在接收機密簡報 但是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們 有任何過去或者現在的保守黨黨員 是涉及受到外國干預的 他說 如果杜魯多有證據的話 他應該公開 既然他已經在調查委員會上 籠統地說了出來 那麼他就應該公佈事實 不過我告訴你 他不會的 因為他現在在作故事 至於杜魯多說真還是博麗志說假呢 老實說 國會議員吵架 對不起對不起 不是吵架 是辯論 辯論沒有真假的 大家都是真又真不完 假又假不完 你喜歡信誰就信誰 也可以兩個都不信 加拿大廣播電視電信委員會今天公佈 為了滿足對新電話號碼日益增加的需求 從明年4月26日開始 多倫多市將啟用942電話號碼區號 和安省現有的416、437和647區號一起使用 942這個區號將從明年春季逐步引入 在明年4月26日之後 消費者和企業在申請新電話號碼的時候 可能會收到帶有新區號的號碼 加拿大號碼管理機構項目經理表示 引入新的區號可以在不影響現有號碼的情況下 創造出數百萬個額外的電話號碼 905、289、365和742區號 目前是用於北美號碼計劃的金馬蹄地區 包括尼亞加拉半島、夏美頓和河頓區 皮爾區、約克區、杜蘭區等地方 但不包括多倫多 講開電話、電信公司Rogers 和子公司Vidal也宣布 由12月16日起 停止使用預繳手機服務 現在使用預繳手機服務計劃的客戶 建議是改用這間公司的不諸服務 如果客戶堅持使用預繳手機服務計劃 就可以轉往Rogers的子公司 客人如果需要更多信息 可以打電話 1844-235-3766 問他們 加拿大菲莎研究所今天發布 《世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 香港在165個經濟體中 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排名較去年上升1位 其中在國際貿易自由和監管的5個評估大項中 香港均位列首位 穩健貨幣的排名 亦上升至全球第三 新加坡於2023年報中 首次超越香港 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最新一份年報引用2021年 經修正的數據及2022年數據 菲莎研究所稱 修正判斷香港連續兩年的得分均高於新加坡 報告指 雖然香港重回第一位 但整體評分由2018年的9.05-20 至2022年的8.500 研究所稱 就香港經濟衰退及其他自由有下降跡象 拉響更好 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稱 長期以來 香港充分發揮自由市場優勢 維持自由開放、高效和公平的營商環境 排名充分反映這個優勢獲得國際認同 社民連成員今早到政總請願 要求政府回歸民主 立即實行雙普選 並問到今屆政府會否進行普選 特首李家超重申 隨著立法會選舉新制度 改善地區管制 政制改革已經完善 現時最重要是確保各方面運作及 執行暢順並配合香港的情況 回應記者指 你剛才提及的 不會是今屆政府會處理的課題 施政報告另提及 各政策局及部門需檢視就專手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守則 指引和程序等 確保符合規定 被問到有關指引 是否反映現行指引存在漏洞 李家超回應指 政府追求完善國安法的執行細節 稱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 形容需要增加對新法規的相關教育和認知 是很自然的事